是有哪些政策工具去做呢? 他們在聯合國這邊 他們提出來是五個很重要的政策工具 第一個是要去科這些 環境稅的部分 像是碳稅 或像是能源稅 或像台灣有的 這些空污費這樣的方式 去反映環境外部成本 跟矯正現在的市場施定的狀況 然後在第二個部分的話是要移除環境有害補貼 我們不能說 去補貼大家去 大量的使用一些化學肥料 或者是補貼大家大量去使用石油 汽油這樣的一個情形 然後再第三個的話是 那我們 我們把錢從那個 對環境有害的事情上面移除之後 我們就可以投資在 對環境有利上面的事情 像是我們可以把 多把一些錢放在 大眾系統啊或單身 系統方面的那個建置 然後再來很重要的是要建置一些法規 像他們這邊強調說 各個環境標準的加嚴 環境標準的加嚴 或環境資訊的揭露的話 都是有助於我們區埋下律師的經濟的 而不是大家在想說我們每次 像是之前在想說我們 我們像台灣在PN2.5定一些標準 然後各個產業就開始跳腳 這樣的話會 我們產業會生存不下去啊 為什麼之類的 但是他們從他們 從聯合國觀點來講話 這些環境標準的加嚴 其實是要創造一個新的 新的商機的可能去 歷史產業 他們要去提升他們自己 生產裡面的效率 這方面 這方面的可能性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像一些資訊的揭露 資訊的揭露啊 像我們在台灣我們是 如果揭露一個 像之前大家肯聽過的 像中西大學的莊名老師 他去揭露 還做的那些 中西屬的排放量 排放量的人 確實被公司 被那些企業告上法庭的 但實際上沒有話 從那個聯合國的角度來講話 他們會說 環境經驗揭露 他都是一個對於 促進綠色經濟師 有幫助的一個行為 然後從這些事情外 還有一個就是 國際環境公約這方面的創造 OK 所以他們提了這五個工具之後 他們就要 我們應該要優先 做一個所謂的綠色投資 這個綠色投資的話 就是把全球GDP的兩塊錢 投資在十大重要領域 十大重要領域上面 就可以達到所謂 綠色經濟的目標 但他們這邊在談 這個綠色經濟的部分的話 他們雖然談說 那我們如果把這些錢 投資在這個 我們剛才講的十大領域的話 我們可以提升我們的能源效率 或者經濟我們的溫室器排放 這類的功效 但是有些更機器的人就會認為說 你聯合國觀點還是鼓勵大家 就是不斷要追求高的GDP的增長 然後大家的消費量 消費量要不斷的增加 他們認為說這樣的觀點 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綠色經濟 因此國際上面就有很多不同的團體 他們就提出來所謂的一個 他們就組成一個叫做綠色經濟聯盟 綠色經濟聯盟的方式去倡議說 到底怎麼樣才是一個真正的綠色經濟 他們就做了很多的那個 跨在不同的州 像在亞洲 在歐洲 在非洲 在美洲 他們都做一些所謂的 厲害相關人的對話 找大家一起來 找大家一起來諮詢 你說你說綠色經濟應該包含什麼 它應該原則是什麼 它認同是什麼 它認同是什麼 他們就提出一個所謂的綠色經濟 最主要的一個所謂的 綠色經濟的 很完整的願景圖 它就是說 綠色經濟應該是有五個 重要的部分去組成的 第一個部分的話 最根本的部分就是要確保 我們自然生態系統的健全 然後在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這些高衝擊部門的話 蠻想辦法把它綠化 像是 我們原本以那個 想像 這些以化石燃料為主的這些 電力部門 我們如何把它轉成是以再生 再生能源為主 然後再來話就是我們剛才提到說 那在資金流方面的話 我們如何 移除化石燃料補貼 然後 利用科 利用科科 環境稅的方式 讓那些錢 或流亡 流亡對環境有益的 商務上面 然後很重要的話 要想辦法去促進社會評論 創造一些 對 勞工權益更多 確保 然後一些在環境方面 環境友善領域的就業機會 所謂的綠色就業機會 但是它這個最根本的核心 是在於說 我們在 我們在那個衡量 一個國家進步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 基於這個 超越GDP的概念 超越GDP的概念去 進行衡量 所以這是他們提出來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 一個 變形圖 好 然後在這個變形圖之後 他們就提出了 他們就再提出了 九個 九個原則 這個九個原則 想說 綠色經濟它必須是 依循有去發展的 然後綠色經濟它必須是 公平正義的 它必須要 它這邊的話就會特別提到 原住民的權利的部分 然後綠色經濟它也很有說 必須要尊嚴的 尊嚴是什麼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這一個部分 很有趣的是這一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現在都在談說 那我們如果發展的再生人員 那其實發展的再生人員 我們可能就是要淘汰掉 傳統的那些 就是 不論是化風業啊 或是所謂的那些 藍莓電廠 藍莓產業 或是傳統的那些 傳統的那些 但它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轉型過程中 的話我們其實是 要寫 其實這個東西 這個部分 我們是要寫出這些 在傳統 傳統所謂的 可能比較屬於褐色經濟 比較高通級部門的 產業 高昂產業部門的 就業的人 必須要寫出他們的轉型 這樣的話才是 這樣也是我們 在推動這些經濟裡面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議題 然後很重要 然後再來的話 有一些原則包括 就是整個 地球生態系統的健全部分 當然會說 我們是要 有一個尊重 整個地球生態系統的 上限 就是我剛才 跟大家介紹的 所謂的 地球限度的問題 然後它這個 尖重的話就是 很要求是一些 參與程序方面的 健全化 跟透明 然後還有的話 就才包括了 包括了就是 良好治理 良好治理跟 可規則性 就是就企業來講的話 企業必須要針對你們的 環境部門的資訊 必須要充滿揭露 然後再來 我們面臨這些 氣候面前 或面臨環境部門前的時候 我們如何讓我們 整個 整個 整個社區啊 或是說我們整個 城市能夠在面臨這些 這些大的水災啊 或是大的一些 天然災害之後 能夠很快的重建 或是能夠減少 我們的損害 這邊就是要 所謂要提升我們 整個社會的 所謂的 任性的部分 而這任性部分 要怎麼去 去見證呢 他們很重要的一點 他們認為說 你要尊重地方智慧 而不是由上而下而去 你說那 我們 就應該如何如何 就是像我們就會講 那 像我們現在面臨 像我們台灣現在面臨那個 不論是在國度計畫的規劃啊 或是在 那個八八奉災之後 在 在學重建的話 我們就是比較忽悅 這個地方智慧的 智慧的重視 然後就是說 那這邊就是要 千春啊 或是 或是怎麼樣 忽悅他們在地方上面的話 可能有一些 防災的資訊 防災的智慧 他們是可以 吸納過來 所以重新做 然後這個 好 然後在這邊的話 很多 我覺得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一點 是他們在 這個原則裡面 有個叫世代原則 這個世代原則裡面 他們在看的其實就是說 我們在2009年 大家發生了 這一波的那個 經濟危機 它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金融體系上面 金融體上面 他們為了 賺取要是 短期的利益 所以就是有很多所謂的 我們講說 所謂金融衍生性的產品吧 額外說金融業 它本來應該 應該要有角色 正常要放款借貸 讓整個 經濟體系裡面 那個貨幣能夠 優勝比較順暢 所以他們在 認為說整個經濟體系裡面的話 我們要直接 對應到的是 整個經濟體系上面的改革 的部分 經濟體系它只能 它必須要看 長期的 長期的穩定 或是短期的收益 然後像是要重視決策 那方面的長期影響 雖然在世代這邊的畫面 也會有很多倡議 就是包括說 像 裡面就是說 那是不是應該要 未來各政府各個單位 裡面要有所謂 未來世代的代表啊 可能是要找到20歲的親民代表 然後去看一些 角色上面的諮詢 好 那我 大概第一個 第一個時段話 大概就講到 已經講到這邊 然後接下來 再請大家休息一個 十分鐘 我們大概 八點五分的時候 我再回來講後面的部分 OK